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话题 其实是个很深层的话题 很多人觉得鬼怎么会死啊 不是灵魂不死吗 这个主要看怎么敬意的问题 那根据我的研究呢 我觉得这个鬼也会死亡 鬼的死亡就跟人的死亡一样 本质上都是灵魂不死 只是呢 他的灵体 他积聚的灵体死亡 就说 比如说人死亡 如何敬意人的死亡 其实人灵魂不死 但是人的肉身会死亡 人的肉身死了 他的灵魂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虽然跟我们是一个空间 但是它是存在于跟我们不同的世界里面 所以有个人就说 一粒沙子 佛祖说 恒河的沙子 每一粒沙子都有三千个世界 大千世界 有好多个世界 所以在一个世界里死了 他的灵魂可以继续在另一个世界存在 说灵魂存在 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呢 是说灵魂还有它在那个世界对应的身体 叫灵体 所以说 蛊也是会死亡的 那直接的证据里面有两个案例 明确的谈到了这一点 这书中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个书呢 目前有多个版本 第一是这个是在台湾出版的 台湾各大书间 还有网络书间都能买到 呃 纸质版 那还有键子版 在kobu.com kobu.com 都在圣人 可以看到有键起 又繁起 呃 还有亚马逊的kendo 还有苹果的iBooks 呃 还有kobu 也都有英文版 英文版就100 reincarnation cases 这些平养 好 这里面有两个案例 呃 价值非常高 一个是平养的 一个是地灵的 呃 他们的记忆呢 都是连续的 就是从前世呃 到前世死亡 死亡过程 死亡以后 在阴间的活动细节 还有出生 这个投胎 入胎 初胎 啊 还有健身记忆全部连续 没有任何诊断 呃 特别是在阴间的 这个描述 呃 就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每一个 这两个案例啊 我去采访了四五次 啊 所以就采访了还一长时间 因为他们描述了大量阴间的细节 其中平养有一个案例 呃 谈到西岛的时候 引起了我的兴趣 就说他当鬼的时候啊 说四五个 呃 他这个 平时呢 就是住在这个 他选境的 有偷胎的家里 但是呃 呃 晚上呢 会出去玩 跟四五个年龄相访的小女鬼一块玩 当然还有街上 平阳街上还有一些男鬼啊 鬼也有朋友也有社会也有管理人员 那这一群小女鬼呢 就去旅 到河里 平阳这个旁边有小河嘛 到河里去旅游营 这个阴间跟阳间的关系就是 不是一个世界 但是呢 翻向更同的空间 呃 见到的东西呢 就是有个包含关系 阳间的所有的东西 呃 基本上阴间都能见到 但是阴间有一些场所 像阳光间了 鬼间了 呃 阴间的房屋了 房子了 这些 呃 还有乐园了 这些我们阳间的人是看不见的 虽然是在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看不见 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 好了 他们去游营的时候呢 呃 一般就几个小女鬼啊 就是把衣服全脱了 呃 在河的上游 找一个 它里面也害羞的 呃 就是没有其他鬼看得见的地方 然后悄悄的下河玩水游营 呃 呃 然后我就问了 那 既然你们是鬼 在河里游营 呃 这个就像活着时候一样吗 也要摆登山崎吗 会不会漂浮在水中啊 这个鬼 其实 鬼看到的河流是另一个世界的河流 虽然是一条河 但是呢 它对应河流的灵体 水是水的灵体 不是阳间的水 呃 这个 这个在圣上就跟我说 当然需要摆登山崎了 因为否则也会沉下去 也会淹死 呃 他说了一句话 淹死引起了我了很大的兴趣 呃 鬼也怕淹死 那就是亚外之意 鬼也会死 他说是的 鬼也会死 呃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呃 是地灵的 呃 他就明确的说 呃 好多鬼啊 都住在这个 呃 串子的 帆场里面 就是 而且有一个小官 鬼的官 管理 这些鬼呢 有些是有家庭的 有些是朋友 还有一些呢 是该自己的父灵魂 啊 就有的人一个神奇 没出两个灵魂来 这两个灵魂 有时候会一起 做一段时间 都住在自己的 坊里 坊就是家 住在光彩里面 虽然时期比较臭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住 呃 他就说 呃 这个 反正就是 呃 一起生活 一起玩耍 个人活动都有 那我就问他 你们这些鬼有没有谈恋爱的 有没有生鬼仔的 呃 他就说 呃 这个没清楚 呃 哪一家生的孩子 呃 大多数鬼 都非常着急 呃 着急上投胎 呃 为什么呢 他说 呃 因为有种传维啊 在鬼里面有种传维 如果不尽快找到 呃 投胎的 这个 呃 身体 呃 就会死去 呃 这些 呃 见解案里 说明是鬼是会死的 好 那我们查一下 中国的传统说法文献 就是说 鬼会死 呃 鬼死后呢 称为 呃 呃 剑 就是一个逐剑的剑 反起字 下面一个耳朵的耳 叫剑 然后如果你到平阳大街上去看一看 或者道士邪的福字 呃 灵符 里面好多最大的那个字就是剑 就是说 鬼 呃 这个 鬼怕剑 就像人怕鬼一样 所以按照我的理解就说 这是个 这个灵魂不灭 是个无情不见的概念啊 就是人可以死 人一死 住在人里面的灵魂翻力出来 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就是灵魂的世界 鬼的世界 就成了鬼了 鬼呢 里面 神奇里面有灵魂 灵魂还是那个灵魂 但是呢 他的神奇变了 没有阳间的神奇了 他有了一个鬼的神奇 叫鬼体 好 鬼如果死了 那其实就是 变成了一个剑 这个剑呢 有电体 也有灵魂 当然 推理的话 鬼是看不见剑的 但是剑可以看见鬼 到底剑能不能看见人 这个事情有点厉害 个人觉得剑 既可以看见鬼 又可以看见人 它是一个 相当于 就说这个灵魂呀 有好多壳 一层一层的 就像这个生命啊 就是脱了神奇这层壳 变成鬼 鬼在脱了鬼的神奇 鬼起就变成剑 剑在脱了剑的神奇 又变成什么 就不知道了 正如言之 这个生命啊 是个非常非常 复杂的学问 除非啊 有这些企业 否则这个事情 单纯用 现代科学 研究物质的方法 去研究灵魂呀 就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它不在一个世界 不可视 所以就是研究起来非常困难 这是关于鬼 当然这个 对于鬼 该鬼之间 是否可以生孩子的问题 我这个 外国当事人 他们说 他没有否定说不能生 他只是说 大家没有先行去 一个鬼啊 没有先行 去找另一个鬼 贪恋爱生孩子 在眼前 他们急切的想 找一个神奇 轮回转世 是惩罚人间 就是说 人间虽然有种种的 痛苦 暴力 犯罪 然后呢 艰辛 但是呢 多鬼啊 还是向往 所以呢 就是 还是那句话 所以有句古话 人身难得 这个 珍珠那生嘛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珍惜我们做人的机会 断恶疼善 就是 过一种 希望我们在这一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断悟 人生的价值 断悟生命的意义 断悟宇宙的真理 这些 像所谓的宇宙的真理 人生的意义 这些东西恐怕是 通过看普通的书 都是很难 得到实质性的进步的 我是比较推陈这个 禅僧 我不属于任何尊教 我没有尊教信仰 但是我非常推陈的 一个是老子的思想 道德经 另一个就是 禅僧的六族谭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六族谭经认为呢 以前好多和尚都是不干活的 寺庙啊 就古代的佛教寺庙 这个和尚都不干活 就是别人寄 羹养 就在里面念个经 别人羹养 就是 有点像寄生一样 但是禅僧强调什么呢 强调就是说 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修行 所以呢 这个让别人羹养 这个是影响 这个是影响修行的 所以就是有自己政绩 自己做菜 自己做饭 自己干活 不脱离劳僧生产 这种修行的方式呢 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 脱离生产 完全靠别人羹养 然后呢 这个 高高在上 在庙堂之争 在寺庙之争 高高在上 然后呢 这个 结束 各路人马的朝拜 供奉 捐献 你说他这个仙态 还有他跟这个 正生的距离 是不是会越来越遥远 他除了可以复述一些 所谓的精简 所谓的佛经 他自己能有机会去 去感悟这个世界吗 能有机会去感悟 正生的辛苦吗 我觉得很比较实怀疑 所以修行 是一个有很多种梅 很多种梅 我们不要否定排斥别人 不能说 蒙古大师说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那蒙古大师 有如何自证清白 如何自证正确 所以呢 作为真理 我觉得只有断悟意图 学习 不大可能 学习学到的东西 该断悟断到的东西 是有值得区别 学习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可能理解一般人 比如说理解佛经了 理解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理解个百分之二三十 已经是很不错了 已经是属于签字很高了 但是 理解百分之二三十 就意味着 你这个正确率 可能就只有百分之十 如果断悟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断悟是直接 直打真理的内核本质 所以这个断悟呢 需要一些缘分 需要接触一些真实世界 真实的情景 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座台 在这些 在真实的环境中 断悟真理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 讲的客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收看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跟我联系 我有时候呢 讲话确实是 就是不太 不够婉转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有得罪大家的计划呢 是比较歉意 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呢 可以互相启发 互相启发 让我们更疼 就是在今生今世 悟到真理 因为我们古人有句话 就招完斗 吸死可以啊 完斗 得斗 最后才能这个 涅槃 否则的话 就是不断的轮回啊 在痛苦 苦还真挣扎 所以这个 更名利禄啊 这个 声色全把 这些东西 对我们的人生呢 对我们的悟斗啊 都是魔障 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东西 今天呢 就到这 谢谢 谢谢收看 下走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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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